中國新公民運動三名維權人士被判刑 中共抓捕新公民運動人士引發國際譴責 星期四在沒有開庭審理的情況下 江西省新渝市雨水區法院作出判決 判處中國新公民運動三名維權人士 劉平、魏忠平有期徒刑6年半 李思華有期徒刑3年 大陸產天星N9500手機預裝間諜軟件 德國網路安全公司GDATA稱 他們發現大陸製造的天星N9500手機 一款平價四核心Android智慧機 預裝了惡意軟體 可用來打開攝像頭監控手機使用者 及遠程操控手機 日本援助中國清洗地溝油裝置 中日關係現僵局 但日本政府動用海外開發援助ODA資金 向中國民間提供四台清洗地溝油的裝置 周三首次在天津曝光 四台清洗裝置 用電加熱氢氧化納河水等混合製成的洗涤劑 來清洗地溝油 讓其變成安全使用油 美教授協會呼籲撤銷孔子學院 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日前發表聲明說 為了維護學術自由 美國的大學應該取消或者重談 關於孔子學院的協議 強調孔子學院作為中共政府的一個分支在運作 污視學術自由 目前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校原理 已經建立了近100所孔子學院 新唐人雅力電視整理報導 系列